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川普政府日前决定不专门出台行政措施限制中共投资 而是改由国会立法给外国投资委员会扩权 以保护美国关键技术产权 欧美媒体制 为防止中共继续盗取美国技术 川普将专门修建一道技术长城 中美贸易战在即 中国金融市场一片哀红 中共官方智库报告指 贸易战恐将长期化 防止金融恐慌发生和蔓延是当局今后几年最重要的任务 报告在陆媒发表后很快被删 第七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日前在北京举行 虽然中欧近期与美国在贸易上均有摩擦 但中共驻欧盟前官员表示 中欧双方仅限于在贸易层面各取所需 联手抗美并不现实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26日对媒体表示 将放弃对中国投资美国技术领域施加新限制的计划 而是利用已有的外国投资委员会来加强法官 川普说 我们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人们都来盗窃 我们必须保护这些技术 可以通过外国投资委员会做到这一点 外资委的职责是审查外国在美国的投资 确定是否危及美国国家安全 川普政府利用外资委加强法官 主要通过国会立法给该机构扩权来实现 星期三 白宫发表总统声明称 支持通过国会正在审议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 来限制外国公司收购美国关键技术 声明至 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在保护美国关键技术不被外国收购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在与政策顾问评估这项法案并与国会议员讨论后 川普总统认为该项立法将提供额外的工具来应对威胁美国关键技术领先地位 国家安全和未来经济繁荣的掠夺性投资行为 声明称 川普敦促美国国会尽快通过这一法案 并在法案生效后指示政府部门尽快实行 以解决美国在301调查中发现的外国政府只是投资美国关键技术的问题 声明表示 如果美国国会不能通过该法案 川普总统就将指示政府部门采用相应的新政策工具予以应对 路透社消息 美国众议院星期二以400票对2票的悬殊票数通过了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 众议院将就此和参议院此前通过的版本协调一致后 交由总统签署正式成为法律 欧美媒体引述专家分析称 川普的最终目的是针对中共修建一道技术长城 严防中共继续盗取美国知识产权 中共政府规定外企投资大陆必须和中资合作 以此手段威逼利诱外企向中企转移技术 该做法一直饱受欧美国家谴责 另外中共在大陆设置贸易壁垒的同时 利用外国的开放市场大举收购欧美的科技公司 也是获取外部先进技术的手段之一 中共强推中国制造2025计划 利用政府的补贴和支持发展高科技产业 企图争夺科技主导地位 此举被指责扭曲自由市场的秩序 并且中共寻求领航高科技 也给西方国家的国家安全带来新的威胁 媒体此前披露 川普政府近期一直计划令设限制外国投资的机构 以防止中共盗取美国先进技术 来推动自己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 白宫最新动作显示 川普目前并不寻求另立机构 对此 时政评论员唐靖元表示 川普词语并非如媒体解读的 对中共态度的重大缓和 他决定采用国会立法来给外资委扩权 这样建立技术长城的措施就变成法案 即便川普任期结束 后人也必须遵守 这比另建行政机构更能长远 因为行政机构一旦总统换人 可能也就会被裁撤 他并表示 川普这个措施目前暂时是稍有缓和 但从长远看 其实是至本之举 中共官方智库内部报告 6月24日在搜狐财经频道发布 报告出自中共国家级高端智库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由智库内四名财经专家李良 尹中立 李拉娅 殷建峰等据名发表 报告称 在中美贸易战云密布之际 中国极可能发生金融恐慌 但文章很快遭到删除 报告说 中国今年以来在实体经济依然衰退下 金融形势已出现一系列值得高度关注的现象 一是货币信用总量成长乏力 二是企业融资环境偏紧 三是去杠杆加盐监管导致信用债市场违约频传 四是入股风险再次累积 报告认为 今年以来 债券违约 流动性紧张 汇率下行和股市下卸等相继发生 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加之美联储加息 以及中美贸易冲突成长期化和高度不确定性 目前中国极有可能出现金融恐慌 因此 报告指出 在今后几年里 防止金融恐慌发生和蔓延 应当成为金融管理部门乃至宏观调控部门最重要的任务 报告称 金融恐慌是一种极端的集体规避风险的行为 并非市场上真的出现大规模金融风险 而是市场参与者对前景感到茫然 甚至恐惧 不约而同的抽离资金以求自保 将会导致或恶化金融危机 报告向当局建议的主要措施包括 第一 立即启动国务院金融与发展委员会中的应急处置机制 第二 制定预案 及时处理违约 破产事件 第三 尽快隔绝货币供给机制与美元 汇率和外汇储备的关系 报告称 金融恐慌已在市场上积聚 并引用中共官方数据举例指 中国5月份经济数据几乎全面走弱 包括工业增加值不及预期 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创2000年以来新低 消费继续滑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仅8.5% 创2003年7月以来新低等 报告书还提出4点目前值得高度警惕的状况 1.货币信用总量增长乏力 2.企业融资环境偏紧 3.去杠杆加盐监管 引致信用债市场违约频发 4.股市风险再次积累 7月6日是中美启动关税战的最后期限 北京当局正在布局备战 稳定局面 但依然无法缓解大陆金融市场的恐慌情绪 中国股市近日跌跌不休 早已失守3000点大关 26日上证指数收在2844.51点 下跌0.52% 累计从1月29日高点下跌于20% 此外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下报 已经接连6日下调 一度跌破6.6关口 日前 多家中国银行大举抛售美元 外媒指 中共央行已经出手阻止人民币跌势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美籍经济评论人士 梅凤杰分析 中共经济已是成途没路 人民币汇率和股市大跌 表明不止国际市场对中共在贸易战中缺乏信心 就连中国老百姓也觉得中共政府前驴技雄了 6月25日 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和欧委会副主席塔泰宁 共同主持第七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 本次对话属于定期交流 对话围绕支持和推动全球化 深化和扩大中欧合作的主题展开 对话在美国为维护公平贸易 而采取一系列举措的背景下举行 对于如何在贸易上应对美国 成为中欧双方关心的共同话题 中共驻欧盟前外交官 欧盟让莫内蒋熙教授 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王易伟表示 中共可能会率先给予欧盟一些市场准入政策 从而减少与美国决力对自身的影响 同时欧盟也希望能够在中方得到一些实惠 不过王易伟又表示 欧盟对中共在市场开放等方面多有抱怨 尤其是中共在NGO 反恐 网际网路等方面的立法 以及知识产权转让等问题 一直令欧洲企业有所不满 他认为 中欧高层对话也是在解决欧盟抱怨的这些问题 而并不一定是完全针对美国 王易伟强调 欧盟和美国是战略盟友 双方经贸投资关系远远高于中共 因此 中共想联欧抗美并不现实 避免和美国贸易摩擦 中欧双方各取所需 对话结束后 刘鹤和卡泰宁共同会见记者 路透社报道指 在记者会上 刘鹤表示希望欧盟采取凝确措施 放宽对中共的出口限制 而卡泰宁则呼吁中共放宽市场准入 解决钢铁产能扩盛问题 美国针对中共的钢铁产能扩盛 及清销问题 公布了钢铁征制清单 欧盟等美国盟友也在征税名单之列 川普总统很明确地指出 只有在全球范围内对钢铁征税 才能杜绝中共借他搏绕过制裁 但其他国家也难免会被波及 目前 已有多个国家与美国保持一致 共同抵制中共钢铁清销 对于欧盟指责中共钢铁产能扩盛问题 刘鹤回应说 希望双方共同努力 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 另外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5日也与到访的法国总理菲利普会面 并和中法企业家举行会谈 李克强在会见记者时再次表示 中方并不追求贸易顺差 希望以谈判解决贸易纠纷 打贸易战不会有赢家 目前 中美贸易谈判似乎已陷入僵局 华尔街日报25日报道 美国宣布将自7月6日开始 对机械和家电等340亿美元 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而北京也计划在同一天针对价值相同的美国大豆 能源和其他产品加征报复性关税 中共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之后 中国经济迅速增长 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 这么多年来 中共靠着对贸易顺差发展经济 让很多国家国际收支不平衡 中共还大肆收购西方高科技企业 窃取对方的智慧财产 甚至渗透西方国家的政界 引起美国 德国及欧盟等国的警醒 川普已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不惜把贸易战反制中共 当年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 让中共加入世贸组织 就是希望能改变中共 让其放弃共产主义体制 走向自由市场与政治自由化 去年12月18日 川普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说 几十年来 美国的政策建立在支持中共的崛起 及其融入战后国际秩序 并相信这将是中共迈向自由化 然而 事与愿违 中共以牺牲其他国家的主权为代价 扩大自己的权力 1月份 川普在国情资文里说 在全世界 我们面临着流氓政权 恐怖主义集团和向中 而这样的竞争对手 他们挑战我们的利益 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价值观 香港时事评论员林 合力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分析说 今次美中贸易博弈 实质上美国是向习近平施压 要求他改变中国模式的经济发展 即是由共产党全面控制 包括国营企业等的模式 希望中国拥抱国际经济市场的规律 6月21日 暂暗人民币汇率跌穿6.5心理关口 离暗价更破6.51 均创5个月最低 香港经济日报称 恰逢中美贸易战火升温 市场猜测 中共官方是否通过人民币贬值应对贸易战 不过 报道又指 21日当天 有中资银行抛售美元 为人民币止跌 但美贿若持续走高 人民币仍将受压 事实上 自中美贸易争端爆发以来 关于中共会否利用汇率手段 反击美国优先的议论不绝于耳 有观点认为 人民币贬值有利于中国商品出口 不仅能对冲美国限制中国商品进口的措施 还能在全球贸易中 令中国商品竞争力大于美国货 打击美国工业 不过 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哈祖斯 此前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 人民币贬值 对出口拉动效应并不大 虽然短期内有可能获得价格优势 但不利于企业提高产品质量 提升核心竞争力 且更容易使中美贸易摩擦升级 另有分析认为 基于经济安全考量 中共应不会轻易使用汇率做武器 把贸易战升级为货币战 此前 中共国务院参事程松胜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 曾表示 不能从贸易战打到金融战 香港经济日报认为 如果中共果真采取 以人民币贬值对抗美国关税的手段 这与自杀世人肉炸弹攻击 几乎没有分别 就算能挫伤美国 中共也会自招重伤 报道称 人民币弱贬值将导致四个方面的影响 其一是资本外流 2015年 人民币贬值引发资本外流 投资者大许将资金撤出中国 以避免财产缩水 金融市场为之震撼 货币稳定有助于创造宏观经济稳定 如果没了 它可能会破坏市场稳定 会是2015年情景在线 大核资本市场香港有限公司 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赖科文表示 如果他们把人民币贬值 作为回击美国的武器 对中国自身的伤害将大于美国 其二是反给美国口实 中共若在此时故意操纵汇率 使人民币贬值 美国更可以及此加码惩罚中共 事实上 美国政府一直对中共操纵汇率 颇有微词 其三人民币国际化前功禁费 据野村策略之称 人民币再度贬值可能会损害 北京政府开放金融市场 并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长期目标 其四是商及内需消费 人民币贬损 因为中国民众要用更高代价买进口货 这对中国国内消费市场不利 不过彭博社报道说 市场驱动的人民币贬值也有可能会出现 彭博社跟踪的分析师平均预测 2018年年底前 人民币将小幅下跌至6.38美元 瑞惠银行驻乡党的外汇策略师张肯表示 如果有对贸易战的担忧情绪波动 中共可能允许市场驱动的人民币疲软 但是当局不太可能再设计一轮明显的一次性贬值 美国彭博社21日引述 三名熟悉相关计划的消息人士的话称 在美国对中国商品正式措施7月6日生效前 一些白宫官员正在努力重启中美对话 以避免贸易战 报道引述匿名的消息人士的话说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近日已经接触了美国前政府官员和中共专家 探讨未来两周举行高层对话的可能性 而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官员提出在关税生效前 邀请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访美 不过报道还称 由于川普政府内部的反对者倾向于惩罚北京 此类谈判在近期发生的可能性比较低 而川普也没有退让的迹象 6月22日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史剑道对南华早报说 王岐山在更大一轮关税开征前 访美的可能性比较大 王岐山一直被媒体认为 是主导中美关系 充当贸易战救火队长的角色 不过 王岐山自担任国家副主席以来 从没有在中美贸易谈判中露面 也没有消息正是他参与幕后决策 5月3至4日 在北京的中美第一轮贸易谈判中 港媒曾预测王岐山是谈判灵魂人物 不过 王最终没有出现在谈判现场 也没有报道称他曾经和美方代表接触 中美第二轮谈判无果 而中后 王岐山的外交首秀 更是避开了美国 去了俄罗斯 更令外界感到诧异 6月初中美第三轮贸易谈判 在北京进行时 王岐山仍没有现身 有分析指 王岐山过去主打的是人员外交 与白宫极有影响力的经济界人士熟络 加之他第八常委的身份 谈判有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时政评论员唐靖远分析认为 中共注定要在贸易战中让步 而王岐山在反腐中得罪人太多 并不想除面先熟妥协协议 背上卖国软弱的政治包袱 这是中共自己习惯性煽动民族情绪 捆绑自己造成的后果 川普接受访问时也提到 中国可能会对贸易议题有点心烦意乱 因为我们将在贸易方面下重手 未来几周 你们将会看到 他们了解我们的做法 川普政府预计在6月30日将继续对华贸易施压 公布新措施限制中共对美国科技行业投资 近期 美国披露出的正式清单 主要是针对中共的中国制造2025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曾对此做了表态 另外 近日大陆历史学者张立凡表示 中国制造2025的背后有政治权斗 此外 在外企安插党支部已成为中共监控的手段 近几年 当局又通过入股视频网站及网络媒体 进一步控制言论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在5月出席国会听证 提及中国制造2025时表示 如果北京要在未来发展领域和其他国家正当竞争 那没有问题 但通过投入3000亿美元补贴 限制市场准入 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等手段 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 那就另当别论 海外华人朱山头在齐博客上发表文章称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 中美贸易对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七八十年代 美国是为了向苏联集团表明跟着自己走的好处 给予中国超盟国的贸易优惠待遇 而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至今 美国则是寄希望于通过经济的发展来促使中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 这种贸易是带有援助性质的单向市场开放 即美国市场向中国开放 而中国可以保护某些领域不向美国开放 2025计划违反了世贸组织自由贸易原则文章说 世贸组织规则规定国家不得介入商业技术开发 否则此项技术不得商用 在军事本非商业领域无可厚非 但在商业领域 2025计划的基本战略就是国家参与 在国家补贴下 中国企业就可能占领市场实现垄断 规模效应能使之降低成本 而市场垄断能迫使竞争对手破产或卖肉 2025计划要靠买和偷来实现 中国还是老二就想搞得大家没饭吃 文章认为 2025不仅惊动了美国 那是群惊 美国当头时 波音造飞机 零件也是全球采购的 几落架舱门还是中国产的 大家都有饭吃 而如按中国制造2025计划 制造一架飞机70%以上零件必须国产 而你中国还是老二十 就想搞得大家没饭吃 以后你当老大了 我们还有活吗 所以川普讨伐中共 同盟国大有人在 历史学者 独立时评人张立凡 在19日美国之音一起正论节目中说 当年美苏冷战期间 两国在原子能 导弹和外太空的竞争词消比涨 消耗大量国力 人力 物力 从美国优先的立场来讲 美国现在把中国制造2025扼杀 在摇篮里成本比较低 等到中国制造2025真的起来了 那实在把压成本就高了 所以张立凡偏向于认为 现在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 真的就是要扼杀中国制造2025 阻止中共崛起 至于原因 张立凡认为这不仅是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也关系到不同的制度和世界 地区安全与和平问题 这样一个红色帝国崛起之后 从毛泽东时代的输出革命 变成向全世界输出资本 如果他在经济和军事上谋求霸权的话 对于世界和平和人类命运是个考验 所以美国在这个关口提前进行打压 张立凡觉得不但符合美国的利益 可能也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 另外 如果贸易战真打起来 张立凡认为中国没有什么胜算 他会严重打击中国制造2025 甚至改变中国现有的经济结构 由于对中国制造2025的打击 会危及到中共政权的税收 最终会危及中共政权自身 体制内线已经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 现在民心死变 高官私乱 巴不得出点大事 把现任领导人轰下去 现在高层内部已开始有怨言 有人说政策风向可能会面临大变 因为现在要和美国打贸易战 而且一旦打不赢 还得从拉动内需上解决问题 以购买美国商品 但中国老百姓的钱都套在房地产上了 这个套暂时也解不了 朝美的勾兑现在看来是在朝成功的方向走 朝鲜一直希望跟美国直接对话 现在排除了中国这个中间商 美国在朝核问题上对中国的需求不那么迫切了 这也是他敢于和中国叫板打贸易战的原因之一 中国现在若不反思自己总体的战略走向 接下来可能还会犯一连串的颠覆性错误 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国关键技术不被外国收购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在与政策顾问评估这项法案 并与国会议员讨论后 川普总统认为该项立法将提供额外的工具 来应对威胁美国关键技术领先地位 国家安全和未来经济繁荣的掠夺性投资行为 声明称 川普敦促美国国会尽快通过这一法案 并在法案生效后指示政府部门尽快实行 以解决美国在301调查中发现的外国政府 指示投资美国关键技术的问题 声明表示 如果美国国会不能通过该法案 川普总统就将指示政府部门采用相应的新政策工具予以应对 路透社消息 美国众议院星期二以400票对2票的悬殊票数 通过了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 众议院将就此和参议院此前通过的版本协调一致后 交由总统签署正式成为法律 欧美媒体引述专家分析称 川普的最终目的是针对中共修建一道技术长城 严防中共继续盗取美国知识产权 中共政府规定外企投资大陆必须和中资合作 以此手段威逼利用外企向中企转移技术 该做法一直饱受欧美国家谴责 另外 中共在大陆设置贸易壁美的同时 利用外国的开放市场大举收购欧美的科技公司 也是获取外部先进技术的手段之一 中共强推中国制造2025计划 利用政府的补贴和支持发展高科技产业 企图争夺科技主导地位 此举备指责扭曲自由市场的秩序 并且 中共寻求领航高科技也给西方愈演愈烈之势 加之美联储加息以及中美贸易冲突成长期化和高度不确定性 目前中国极有可能出现金融恐慌 因此 报告指出 在今后几年里 防止金融恐慌发生和蔓延 应当成为金融管理部门乃至宏观调控部门最重要的任务 报告称 金融恐慌是一种极端的集体规避风险的行为 并非市场上真的出现大规模金融风险 而是市场参与者对前景感到茫然甚至恐惧 以求自保将会导致或恶化金融危机 报告向当局建议的主要措施包括 第一 立即启动国务院金融与发展委员会中的应急处置机制 第二 制定预案 及时处理违约破产事件 第三 尽快隔绝货币供给机制与美元 汇率和外汇储备的关系 报告称 金融恐慌已在市场上积聚 并引用中共官方数据举例指 中国5月份经济数据几乎全面走弱 包括工业增加值不及预期 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创2000年以来新低 消费继续滑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仅8.5% 创2003年7月以来新低等 报告书还提出4点目前值得高度警惕的状况 一 货币信用总量增长乏力 二 企业融资环境偏紧 三 去杠杆加盐监管 引致信用债市场违约频发 四 股市风险再次积累 7月6日是中美启动关税战的最后期限 北京当局正在布局备战 缓解大陆金融市场的恐慌情趣 中国股市近日跌跌不休 早已失守3000点大关 26日上证指数收在2844.51点 下跌0.52% 累计从1月29日高点下跌于20% 此外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下报已经接连6日下调 一度跌破6.6关口 日前 多家中国银行大举抛售美元 外媒指 中共央行已经出手阻止人民币跌势 自由亚洲电台 引述美籍经济评论人士梅凤杰分析 中共经济已是穷途末路 人民币汇率和股市大跌 表明不止国际市场对中共在贸易战中缺乏信心 就连中国老百姓也觉得中共政府前驴技雄了 6月25日 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和欧委会副主席塔太宁 共同主持第七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 本次对话属于定期交流 对话围绕支持和推动全球化 深化和扩大中欧合作的主题展开 对话在美国为维护公平贸易 而采取一系列举措的背景下举行 对于如何在贸易上应对美国 成为中欧双方关心的共同话题 中共驻欧盟前外交官 欧盟让墨内蒋西教授 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王义维表示 中共可能会率先给予欧盟一些市场准入政策 从而减少与美国决力对自身的影响 同时欧盟也希望能够在中方得到一些实惠 不过王义维又表示 欧盟对中共在市场开放等方面多有抱怨 尤其是中共在NGO 反恐 网记网路等方面的立法 以及知识产权转让等问题 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川普政府日前决定不专门出台行政措施 限制中共投资 而是改由国会立法给外国投资委员会扩权 以保护美国关键技术产权 欧美媒体制 为防止中共继续盗取美国技术 川普将专门修建一道技术长城 中美贸易战在即 中国金融市场一片哀红 中共官方智库报告指 贸易战恐将长期化 防止金融恐慌发生和蔓延 是当局今后几年最重要的任务 报告在陆媒发表后很快被删 第七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日前在北京举行 虽然中欧近期与美国在贸易上均有摩擦 但中共驻欧盟前官员表示 中欧双方仅限于在贸易层面各取所需 联手抗美并不现实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26日对媒体表示 将放弃对中国投资美国技术领域施加新限制的计划 而是利用已有的外国投资委员会来加强法官 川普说我们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人们都来盗窃 我们必须保护这些技术 可以通过外国投资委员会做到这一点 外资委的职责是审查外国在美国的投资 确定是否危及美国国家安全 川普政府利用外资委加强法官 主要通过国会立法给该机构扩权来实现 星期三白宫发表总统声明称 支持通过国会正在审议的外国投资风险 评估现代化法来限制外国公司收购美国关键技术 声明指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 在保护美国家的国家安全带来新的威胁 媒体此前披露 川普政府近期一直计划令设限制外国投资的机构 以防止中共盗取美国先进技术 来推动自己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 白宫最新动作显示 川普目前并不寻求另立机构 对此时政评论员唐靖元表示 川普词语并非如媒体解读的 对中共态度的重大缓和 他决定采用国会立法来给外资委扩权 这样建立技术长城的措施就变成法案 即便川普任期结束 后人也必须遵守 这比另建行政机构更能长远 因为行政机构一旦总统换人 可能也就会被裁撤 他并表示 川普这个措施目前暂时是稍有缓和 但从长远看 其实是至本之举 中共官方智库内部报告 6月24日在搜狐财经频道发布 报告出自中共国家级高端智库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由智库内4名财经专家李良 尹忠利 李拉亚 殷建峰等具名发表 报告称 在中美贸易战云密布之际 中国极可能发生金融恐慌 但文章很快遭到删除 报告说 中国今年以来在实体经济依然衰退下 金融形势已出现一系列值得高度关注的现象 一是货币信用总量成长乏力 二是企业融资环境偏紧 三是去杠杆加盐监管 导致信用战市场违约频传 四十入股风险再次累积 报告认为 今年以来 债券违约 流动性紧张 汇率下行和股市下卸等相继发生 且有